Accuracy 好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A A我们发成短母音蝴蝶音的A的音 好接下来CCU呢念成Q的音 RA念成RA CY念成C 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Accuracy Accuracy 好那Accuracy呢注意哦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准确性 好我们先来看它的英文解释 The ability or skill to be correct or exact 好它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技巧 什么的能力什么的技巧呢 它可以是非常的正确 Correct指的就是正确的 Exact指的就是精确的 那这边呢Indy呢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跟各位呢稍微补充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字的一个差异 第一个呢是Correct 这个指的是正确的 它的强调是它没有任何的错过过错 好那Accurate呢它是呢叫做准确的 它强调它的细节 而Exact或者是Precise呢 它指的是精确的强调一点都没有错 好这个三个字 这三个字的同学呢可以顺便的记一下 那这Accuracy就是从这个形容词 Accurate演变过来的 我们把ate的te改成cy就变成它的名词 我们就念成Accuracy准确性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more we go into the past The less accuracy we can attain The problem is that 它说呢这个问题是 好是什么呢 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在这边当作这个主词 The problem的主词补语 OK好所以呢问题是什么呢 The more怎么样 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the less 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片语 越怎么样则越不怎么样 注意哦 more跟less本身是一个相反的 一个是较多的 另外一个less呢是较少的 所以呢当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越怎么样则越少怎么样 一个东西一个动作越多 越去强调它 它就变得越少 OK 所以The more we go into the past I'll go into 这边指就是强调 就是研究的意思 当我们呢越去深究这个过去 那么呢 它的越少的正确性 这个accuracy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单字 对不对 We can attain Attain的意思呢 就是达到获得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越去探索 离我们更远的历史 更远的过去 那当然因为我们距离 那个时候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所获得的正确性就越低 OK 所以这边有个 The more The less 的句型 同学呢不妨利用这个例句 顺便呢把这个句型呢给记一下 好 所以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Accuracy 名词 准确性 如果您看 我们的评论 中国人 也不能再评论 评论